體育用品股繼續有一個不錯的清幅 另外可以說一下特報國際 因為公佈完出來的數字 其實它是推進去的 但你看到12月多 這個低位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支持 如果你現在看它 今年如果賺六成多 它去回12元這些水平 它的PE價也降到30倍一點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相對上可以 是一個合理一點的水平 因為你真的有些大基金進去 它這麼快反映得到 接下來可能會有些好好的增長 不會這麼快 因為它打過不是做特報主品牌 它做國際的兩個品牌 K-Suite那些 長遠憧憬其實是有在的 而且令到對於大 對於安達華和李寧 這兩隻股的折養應該會收窄的 所以其實它30多倍 我覺得是一個相對上 挺可以去買入的一個水平 當然如果你真的穩穩陣陣 長線一點去坐 我覺得11元或者樓下買 你當然坐得會很舒服 其實你今天看到它也會彈回來 但為什麼它對得這麼厲害呢 因為一來它對比大那兩隻 賺錢的盈利能力 是覺得是低 因為那些是你講的倍的那樣的升 但其實你這樣預期 根本是差 不應該 因為就是之前說 因為這隻一向都是 比那兩隻龍頭的 所以你不應該預期 反而其實為什麼會跌呢 因為你看回它 它是第二季 那個銷售力度 好像就差過第一季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才會令到市場 好像說有些不對勁 反而不是重點 不是應該說 好像賺得少過 真的大那兩隻 這一點是挺值得去留意的 不過我覺得 可以給多一點時間觀察的 因為它可能是新的產品 特別是跟少林子做的新的銷售 那個銷售 其實都是五月 即是中的時候才正式開發 可以給多一點時間 去看看它能否能夠 更加提升得到 會好一點點 如果真的強一點的話 我相信就 可以回到市場來說 應該會 信心會強大一點點 因為你始終 你看那個新疾病事件 它是三月 繼續去三月底的水平 所以令到它第二季 即是四月 是剛搭 李寧 其實是很強的 但它很明顯 就是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我 就是初步看 如果你接下來 它這樣彈完上來之後 你看完那些數字 它很… 接下來它有一個 好載很強 很顯著的升幅 我覺得未必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我覺得 想找一找陣陣 我寧願去撐回龍頭那兩隻 這隻是黑馬 來說的短… 很短… 短線 它那個爆發力 就應該會是… 比較弱一點的 除非你真的… 有些其他的新消息出來 否則我覺得短期來說 穩健性和爆發力 應該就要休息一下 你看一下 如果你要買的話 可以真是休息一下 有機會回到一點點 今天因為它大了三月之下 可以回到一點點才去買 《燃燭》 《燃燭》 把這個壓力量都可以 可以… 有些人… 有些人… 在這裡…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